二十四 惠海之苦 与物之之仓 是为反量也 惠库无为转无量 多用之反增之 物仓储存乃无常 施之减之 故无为乃大 大在无量 无常乃为 为在萧然 如果把人的智慧聪明的储存镜 比作一个仓库的话 那么 它与储存物质的仓库 恰是相对的反量 智慧聪明的仓库 属于无为转无量 即以无为的定理 转无量的境界 所起的作用的是 越用就越多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才智聪明 是越用越聪明 越锻炼反应力就越快 越进步 聪明智慧量就越增加 永远不会枯竭 而物质的仓库 储存的东西 是属于无常性的 也就是处在 承住坏空之中 在不断地消失 只要你用一点 它就会少一点 仓库的东西 会慢慢永空 所以说 无为属于大 大在无量 无常属于违 违在消燃 甚至于彻底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